就是把這個公式帶出來 然後 這邊也是一樣 那不過呢因為我們之前那個列數好像這邊本來是在第11列 好像 因為上面有一些 那個列我把它刪掉 那底下這邊好像第13列所以如果你輸出可能你不能夠直接 就是把之前的公式直接照著 照著輸出 一模一樣不行 一定要做一些修改 因為我將來這個列喔 你們現在好像第11列我現在是變第2列 所以會有點不太一樣喔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模擬跟考試一樣的情況的話 請你把那個有沒有 原來這一題上面的東西刪掉 然後呢你就會看到一樣的結果 那裡面的話當然我按 月考公式這個按鈕 我希望能夠把這個結果給帶出來 但是帶出來基本上呢 是把這個公式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這個公式怎麼丟到這個儲存格呢 我們先demo一下 按下它 OK 所以這個最後的結果你可以發現喔 裡面呢 只要你游標是放在 這個儲存格 上方 你可以看到呢 基本上 他其實就是把公式丟進來 喔 那剛剛有同學啦 其實我也問過就是 按下它 它是最後的結果 但是是把它變成小數點 所以兩個最大不一樣 一個是丟什麼 丟這個公式進來 一個是在 VBA裡面運算完之後 再把結果丟 丟過來 一個是清除了 大概會有三個按鈕 其實我可以把這三個按鈕做出來 基本上 如果你期中考不及格的同學可以把它補上 等於是 有讓你有第二次的機會 補一下你期中考考不好的部分 OK 所以 這個等於是 因為當然 我也不希望說一下子 期末考試你沒有考得很不好 然後加上期中考 最後可能一堆人可能不及格 當然我不願意看到 可是如果你真的太不認真的話 包含就是說你平常 這個成績期中考也考不好 然後呢 上課呢 也不太認真 講的東西你不愛聽 然後呢 也不在練習 然後期末考又考得很差的話 當然 可能你的成績 我想就會非常危險 我是希望說你只要願意努力 就會讓你達到那個成績 這個是一個前提 不過前提的話可能還是 至少要把那個 你應該要有個態度 讓我看到 不要 上課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我前面講過 其實我很不喜歡管 資訊 應該可以理解 因為之前很少在管資訊 現在可能 OK 所以如果你 我前面講過 盡量做 離我比較近 反正 做離我比較近的 我都比較有印象 而且呢 平常成績 可能會打得 比較好一些些 另外 我也請你們學長 也幫我 打一下 我也可以 把那個成績 我們兩個可以綜合在一起 更客觀一點點 不要到時候 打了成績 有偏差太多的情況 OK 那再來的話 怎麼做 我們把重點回顧 一 這個裡面 基本上是Visual Basic 二的話呢 第一個 月考公式呢 其實我是 在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什麼呢 叫做月考公式 把這幾個字打上去 再來的話呢 打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四列 到最下面一列 當然呢 考試的時候啦 你如果打這個是最好 可是如果你實在是這個 記不起來 你打18也沒關係 意思就是說 我從第四列到第18列 其實這樣也可以啦 因為 我想 還是盡量降低標準 4到18 意思就是這個範圍 從第四列到第18列 那做什麼呢 輸出到哪一欄 輸出到I欄 這個儲存歌裡面 把公式丟進來 那公式怎麼丟進來 那你可以直接 雙引號兩個 那你可以把這個 複製一下 所以一複製 二的話呢 裡面看一下有沒有第四列 有 把這個第四列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呢選取它複製之後 把這個什麼取消 然後呢 再貼到我們的 VBA的這個雙引號的後面這邊 把它貼上 然後把這個 那你現在直接輸出是OK 可是怎麼樣 它輸出的話呢 變成所有都是84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這個裂號沒有變動 那所以怎麼辦呢 把它改I 這個嗎 這個嗎 當然要啊 你沒有複製的話 你沒有複製的話 會變怎麼樣 我試一試給我看 OK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我要把這個公式包含等號啊 如果你沒有等號的話 那它丟到裡面呢 你這邊可以把這個改成什麼呢 雙一號 雙一號雙一號 移到中間 AND 再移到中間 把它放個I 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理解吧 就是我把一個變數放在 這個的中間 它就會跟著這個4 4到18做變動 那這個錯誤主要是AND的符號 前後一定要加空白 OK 然後這邊的話呢 後面的這個4 跟前面這個4是一樣的 所以可以把它 雙一號到雙一號中間 複製一下 把它貼上 這樣就OK了 把它執行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全部就完成了 那底下這一行呢 這好像之前沒講 算了 沒關係 到這裡就好 OK了 如果你把它做出來 這個已經算不錯了 OK 就是輸出公式的方式 再來的話呢 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說 我輸出不是輸出公式 而是輸出結果 那那個結果的概念是什麼 把這 其實就跟剛剛公式很像 把這個 乘這個 加上這個 乘這個 有沒有 相乘的結果輸出到 儲存格裡面 所以基本上可以拿 這個 VBA層次 複製過來 來修改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 我改了哪些地方 基本上 原來的東西 你假如貼上的話 把裡面公式拿掉 那 不要用公式 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 這裡面放什麼 你要指定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要告訴他說 我的其實從那個什麼 哪一個固定的儲存格 哪一個固定儲存格 你用Range Range的 A2 跟這講應該是D2 從那個 這個儲存格 上面這個 D2的儲存格 先抓資料過來 所以D2的儲存格 乘上什麼呢 這個乘這個 之前用點的啦 或者是你直接輸 現在是直接輸入在這邊 D2乘上什麼 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 將來會變動 所以這裡記得啊 如果會變動的話 請你用Sales 前刮弧 然後呢 變動的話是I列 逗點哪一欄呢 D欄 那再來的話呢 後刮弧 加上什麼呢 加上 這個乘這個 加上 這個乘這個 實際上 等於是上面 前面這個公式 把 D改成 什麼呢 這邊改成 E就可以了 其實你的公式是一樣的 這邊把公式 前面這一段把它改一下 然後面F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 把這一段 再複製一下 你可以Ctrl C Ctrl V 或者用拖拉的方式 也可以直接什麼 拖拉就可以產生 這公式 那這樣的話呢 D1 F部分 就出現了 所以你這邊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他就會自動全部 但是呢 這個裡面看到的是 最後的結果 那再來一個清除啦 清楚我前面講過 就是實際上 你這個清除的話呢 就是 再把剛剛的公式 直接複製 貼上 只是後面加一個 空置串就可以 所以 最後的話呢 123 再加上三個按鈕 結果就可以看到 大概是這樣 這應該前面講過啦 下面兩個 要啊 只是 還沒講到 OK 所以這是第一個單元 因為前面有講過 所以我部分有講得比較快一點點 至於細節 如果你還是不太了解 請你把之前的影片 調出來看一下 不然的話 我現在已經講過 再重複講了 我覺得有點 比較會 先把重要的部分 先跟各位做說明 那另外方權部分呢 也是類似的概念 差別 差別只是說呢 你插入程序的時候呢 記得用方權 那名稱 不過這個結果好像怪怪的 我看一下 最後好像成績有錯 那為什麼 因為我是拿之前的成績來改的 那 主要是差在哪個地方呢 因為我們的 這個應該是 第2列 可是這邊的話呢 是 舊的 所以我好像之前拿那個 之前程式來改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改一下 把那個什麼呢 哪一個 乘哪一個 的位置 可能要改成第2列 那之前是第11列 所以這邊改完之後 你再把它重新打勾一下 答案應該是OK的 把它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這樣也會產生我們要的那個 制定函數部分 好 那其他還有像另外一個範圍 範圍部分的話 其實也可以拿剛剛的這個 制定函數來改 一個範圍 範圍跟月考123最大差別 是你可以用選的 選了之後丟給那個A 那A的話呢 幫你做切割 把結果給丟過來 我這邊好像也是要改一下 OK 我是拿 上面這一個 複製貼過來改個範圍 返環結果一樣 也要給一個底線範圍 那本來是月考123 把它改成月考範圍 就用刷了就可以 但是刷的時候呢 本來123是選三次 這邊是選一次 所以我把這個月考範圍丟給A 那用切割的方式 前面有講過 其實 他給我的是 一個東西 那裡面實際上有三個東西 那所以我可以把它切割 那他的敘述一定是先列在籃 所以1-1代表他 然後1-2代表他 1-3代表他 所以分別把那個月考 1-2-3 改成類似像這樣的 然後呢 跟什麼相乘呢 跟 我們畫面上面的第2列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是D2 然後再來就是 E2 再來是 F2 實際上 這個可能 將來你們考試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是有不太一樣的 你會把上面的東西拿掉 所以 位置不太一樣 最後做完之後 你就把它刷一下 打個勾 向下填滿 結果 也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是VBA的 大概 我把重點 回顧一下 所以會有兩個 這個 跟這個 OK 那理論上 如果你這邊也都有做的話 那我會幫你多增加 這兩個分數 就是補你期中考 假如你只有50分 再補你50分 OK 應該沒問題 不過你本來已經滿分的 那 可能 就滿出來了 就超過了 那當然 又用別的方式 幫你加分 理論上 大概是用鼓勵的 OK 所以請各位呢 試著把這部分做一下 那這個東西呢 在雲端上 都有 有參考的答案 所以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話 在哪裡呢 我們Portal裡面 Portal裡面的那個 教材 這邊有那個雲端白板 所以你可以到雲端白板 裡面稍微找一下 應該也有剛剛 我們我剛剛講的那些畫面 蠻多同學 其實還 已經習慣了 雲端白板都有答案 所以請各位自行在到 教材裡面 雲端白板 這個信號這邊 點擊他 那我剛剛講的東西 全部的內容 其實 雲端上都有了 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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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